很多長輩打完了第一劑莫德納疫苗已經超過10週了 包含我爸爸也是遲遲等不到第二劑 擔心超過12週如果沒有打第二劑的話 保護力會逐漸失效 疫苗預約平台顯示 獨愛莫德納的墨粉還有65.5萬人仍在苦苦等待當中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表示 如果BNT疫苗到貨量相對穩定的話 政府真的要考慮以BNT疫苗來彌補莫德納 開放接種莫德納疫苗的長輩第二劑來混打BNT的疫苗 而至於在昨天有一批4個的AZ疫苗到貨 同時也開放了第8輪的預約 沒想到昨天上午疫苗平台打開來卻是大檔機 引爆了民眾那股熊熊怒火 以為可以預約到還是進不去 指揮中心解釋因應整體系統名單更替出了一些問題 後來就恢復正常 而開放3小時就湧入了57萬人預約 顯示Delta入侵社區讓大家的施打意願又再度提高了 10號10點一到點開1922系統預約第8輪的2劑AZ疫苗 沒想到預約系統頁面不斷顯示系統維護中 一度當機20分鐘 網友氣得大罵有時間打嘴炮 沒時間把伺服器架好 真是謝謝政府 網頁刷半個小時 結果全額滿 八輪AZ預約對象包含18到22歲打第一劑 和已滿10周者打2劑 才開放3小時就有57萬人預約 顯示Delta入侵社區提高民眾的施打意願 第8PAZ也在10號下午到獲45.8萬劑 目前全台最多的疫苗就是BNT 莫德納只剩下零星庫存 一打一劑的年長者等了10周還打不到第二劑莫德納 我一直等 等到我6月打的嘛 6月10幾號打的 到現在沒有消息 其實應該本來就是要預留的吧 第一劑他就是要規劃第二劑的數量 現在大家都打一劑第二劑都打不到 所以感覺好像有打跟沒打一樣 年長者苦等第二劑 指揮中心無法解決任憑民怨持續擴大 因為國內已檢出121例Delta變異株 包含95例境外移入 其中案16059確診時CT值27 成為台灣首例混打AZ加莫德納突破性感染個案 顯示Delta病毒的可怕 儘管接種完疫苗仍不能放鬆 記者陳建安 曹佳人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 我們看到的是莫阿 阿本跟我們問一聲好 還有Ken A說早安喔 陳朝福 K-pop 然後張岳玲說8點就沒辦法見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你要補班補課 曾無名也刷了一排的鯊魚感謝你 然後陳奕涵也出現了 陳奕涵是刷我們等一下的若宜主播 余瑪莎說怎麼沒有端粉呢 817 1450真的太失敗了 他說的是高端啦 好 但無論如何打疫苗這件事情持續在引發大家討論當中 知名網紅柏恩在昨天個人YT頻道更新了一個影片 標題寫著柏恩站不起來了 火速吸引了觀眾的目光 他透露在3號早上9點半的時候他接走了AZ疫苗 沒想到走出診所之後他直接在馬路上面暈倒 下巴直接撞上了柏油路上 因為力道過大當場噴血被送上了救護車到急診 傷口最後縫了五針 他跟秀出了傷口自嘲說也讓他現在有了鬍子 為什麼預約疫苗都搶不到真的很崩潰 那還有沒有更多的疫苗 還有沒有更多選擇的疫苗 這都是大家關心的 好 昨天呢立法院已經做好了朝野協商 說在9月17號要準備開疫了 那紓困振興特別預算也馬上第四次的追加預算案 也立刻送到了立法院 國民黨立委徐志榮就批評說 總計舉債8400億的特別預算有如天坑 但20到37歲的族群其實還有很大的一部分 還沒有打到疫苗 而且絕大部分的人民也都還沒有等到第二劑 民眾黨立委高黃恩就質疑說 你行政院追加了1600億的特別預算 完全沒有追加疫苗採購的數量 呼籲行政院應該重新考慮開放民間疫苗的採購專案 讓人民不必再飽受得不到疫苗之苦 全台的疫苗荒野讓台北市長柯文哲 再度對中央來開炮 他大酸前陣子看郭董慈濟買了這BNT疫苗被卡得很久 如果是他去買的話一定被卡得更嚴重 不管中央政府或者是其他地方政府 一定消耗更大的比例在防疫上面 所以這樣啦 以其花8400億 甚至更多的錢去搞一大堆什麼防疫 疫苗買來打一打不就解決了嗎 何必搞得到大家這麼痛苦 打不到疫苗的人 他只關心他能不能打到疫苗 他不會去關心出身商打得到打不到疫苗 這反正是執政者自己要去處理的問題 你把全世界比方打第一劑 他的cover rate 就是覆蓋率 按照排行法我們排第幾名 然後打第二劑 打滿兩劑的排第幾名 據我所知如果算第二劑都cover 我們應該排到140多名 那我們在全世界排名不是20到22嗎 怎麼疫苗換到疫苗這個項目排到100多名 這英文叫dissociation 最危險 我問我理解 做好最好的準備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唯一比較 不是地方政府可以控制的就是疫苗 除了疫苗以外 其他可以做的我們都會努力去做 只是疫苗就牽涉到 都是國家在交涉 比如說我們地方政府強出頭 自己跑去買疫苗 我當時想法就是讓郭台銘跟慈濟先討錢 那我看 也是被卡得一塌糊塗啊 那我去見被卡得更嚴重就算了 劉塔大魔王入侵全台繃緊神經 台中市議員就踢爆 不止里長群聚出遊 就連國中學生也違規 這175名師生超過了80人上線 從昨天開始到南台灣三縣市 進行三天兩夜的戶外走學 根據台中市政府目前的現行防疫規定 學校舉辦大型戶外教學出遊 是可以完全不用通報教育局 現在就被質疑是不是太沒有危機意識了 教育局也立刻宣布 即日起都要通報 大便學生到高雄博爾特區大港橋拍照畢業 也去騎經逛老街吃美味海鮮 他們是台中北市國中師生 國三聖畢業旅行出遊超開心 但因為現在Delta疫情爆發 被台中市議員踢爆 人數超過175人 違規出遊 行程9號第一天從學校出發 到台南青梅博物館 再到屏東海生館 晚上住五星級飯店 晚餐是墾丁大街 第二天北上騎經博爾特區 同樣住五星級大飯店 最後一天暢遊遊樂園 再回溫暖的家 師生一行人175人 已經超出80人 防疫規定明顯違規 連參加畢業旅行的國中生 都批批錯 擔心自己可能會染疫 而主管機關台中市教育局 不知道是狀況外還是被蒙在鼓裡 上百人大型戶外教學 完全不用先通報 教育局哀哄無危機意識之後 才姍姍來遲宣布 10號起都要通報汪洋捕牢 這都是分批分團進行的 都是符合規定的 本局會行文糾正該校 面對Delta 大魔王 全台各縣市展開防疫大作戰 甚至禁止戶外教學 但台中國中學校 卻違規出團 帶沒打疫苗的學生出遊玩三天 甚至在龍盤大草原 還有同樣是來自台中的 好幾團國中學生也來戶外教學 防疫恐怕出現大漏洞 記得鄧民王書宏 A3小組 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新作詞 請選擇 請選擇 旁邊 文字幕志愿者 新作詞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